《詞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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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親愛的讀者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陳慧瑋 非常開心 在這樣子一個風雨飄搖的一個晚上 能夠再跟大家討論去 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請問你們是公本本 還是兩兆本 我相信都有 今天是達成生活的 2014到2015的閱讀日本小說 大師傑作七個講座的最後一場 當然也是我希望 就是能夠帶給大家 更美好的一個溫馨的回憶的一個晚上 所以今天會充滿了感性 也會充滿了理性 所以如果能夠在這一場演講裡面 讓大家更加的理解公本輝 更加的理解楊兆 然後我們一起在自由文選的世界裡面 開啟另外一個天地 那是最大的福分 我們先來歡迎楊兆先生 我需要介紹楊兆老師嗎 首先他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老師 我現在有點像在上698 一點造型我覺得後遺症 因為我上他的節目去談過這本書 我自己也主持廣播節目 但是因為在這個資深的主持人面前 我還是一個newborn baby 每次上他的節目 大概有生活三四次都非常的緊張 因為他是以考島編為樂的一個 他那個主持人 他的搖頭 這次為了搖頭頂下 他可以更好的發揮 那在我這麼長期以來的出版社生涯裡面 讓我感到不僅是學步舞居 系義力超強 然後女精曲點 而且總是能夠讀到一般的讀者 甚或是大量閱讀者的人 沒有讀到的部分 所以跟他談的書是非常愉快的 有時候自己我好像沒有讀懂 沒有讀北白的地方 一跟他聊就覺得 為什麼 為什麼你的腦袋是怎麼做的 常常有這樣子的疑問 那今天要談的這個宮本輝也是一樣 就是我的第一個疑問是 他可以就是揚造可以談像 村上春樹的這個近未來的小說 也可以看宮本輝這樣是 就是誕生於一個庶民的關係的 這樣子的舞台 非常的在地化的一個小說 我分別去讀出他的細譜 然後他的源頭 他的血肉 以及他的那個深入人心的那個震撼力 那個原油是什麼 所以呢 容我接下來 坐下來 我們接下來好好的來聊 郭本輝的幻直播 來談他的文學核心 謝謝大家 我整個從頭開始就是 要一直反映他的開場白號 第一個問問為什麼 我一直覺得說 在電台上的問題 我會那麼辛苦 因為他只會 每個人上電台就跟他一樣 就是主持人問什麼問題 都一定要回答 那我們常常來就必須要學會 這個最基本的文章 就是你會忘掉 你懂得如何忘掉主持人 把你問的意思嗎 就是繼續講你自己 你跟他想 對話來講話 所以我還就不記得 要當過的陌生話 那個開場排 你把他忘掉 就忘掉了 把他忘掉了 那 所以 完全跟 會不會的影響相反 因為 我們另外一個 共同的朋友 或許大家也在這邊 奉獲他 那就是杜利桃 那個 傅月安 所以他說 上我的節目最輕鬆 因為 為什麼 因為我們電台裡 另外一個 真的依靠到人 一個主持人 那是因為 那是因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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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是 漱風 拍攝 那並 Str漱告 因為 那是 這對 那輔導 文藝 接下來講的是 朱天心的33年望 那願讀 有些道理 願讀的道理就是說 人活到你的年紀 取得一種自由 自由就是可以 不用顧忌那麼多的表達 你自己的偏見 所以講過完以後 我必須要從我的偏見 開始做起 那抱歉 這是會得罪人的 但不是得罪公門徽的讀者 你們不用擔心 也不會莫名其妙告訴你們說 公門徽是一個爛作者 然後我會跑來這樣一個場子 我想 我想要先從 公門徽跟大阪這個城市 開始說起 大阪 就有一種城市 雖然受不了那種城市 我所謂得罪人的是 你讓我想到說 我曾經去過的城市 我最討厭的城市 兩個城市 一刻不像我的腦海裡面 一個叫做洛杉磯 洛杉磯 洛杉磯 我托分洛杉磯到什麼樣的程度 我沒有辦法待在洛杉磯 任何一點點的時間 那就是一個 對我來講說 你在那裡多待一點點的時間 都是補入自己的 一個奇怪的 這個世界 到底有什麼 我到洛杉磯全部的時間 加起來算不出來 因為每次都是勉強不得已 穿過洛杉磯 我唯一這麼過 對我來講說 還仍然值得去洛杉磯的地方 叫做三色圖洛 那是因為 日落大道 這是當時我們有看到的 重要的 John Ford 的電影 都可以拿去走一趟 日落大道 OK Let's go 洛杉磯 對我來講 甚至比不上 Las Vegas Las Vegas 真的優俗到 他有一種 優俗的感愛 或者是優俗的趣味 所以你會看到 這麼多 以Las Vegas為例 背景和電影 都還有一些有趣的 可以找三個 已經老到不醒的 性格演員 去拍那個叫做 Las Vegas 很精采 男人到了七老八十的時候 你所有剩下的夢想 你就是覺得 你可以再把這個 實現 當然那就是 最大的幻力 那到後來 Las Vegas 例如說 所有以Las Vegas 為背景的電影 用那裏都是好看的 我也基本上 就是在街上 因為Las Vegas 是一個 那個 並臺 以汽車為主的 一個城市 好了 基本上 有功能叫做 工具沒有機率 沒有什麼 在街上追逐 然後把這裏 撞給 把那裏炸掉 在洛杉磯 洛杉磯 洛杉磯 有一次 也可以告訴我 洛杉磯 出過什麼重要的座驕 然後有些事情 要做的 第一個 就說 我無法忍受的第一個審視 是洛杉磯 我不能忍受的 第二個審視 就是發展 但是洛杉磯 和洛杉磯 還是不太一樣 我不能忍受 再大阪 對我來說 大阪也是 待在那個 非常非常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到那個 大阪的那種 就連大阪的霓虹根 都真的覺得很不舒服 對勁 那 可是 對不起 我答 這個很奇怪的問題 對我來說 我很不喜歡 大阪這個城市 在 在共同圖的小說裡面 基本上 沒有辦法 很難 那這裡面 就牽涉到 還在說 我對於 日本的各個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地方 都有 不一樣的感受 不一樣的感性 我覺得 這是日本最離人的地方 很不幸的是 我們在台灣 很少 我們的每一個城市 有那麼明確的個性 那 東京有東京的個性 京都有京都的個性 然後 離到 離到這個 明武武訊 離到 九州 離到北海道 這個到每一個城市 就連那種 我們能夠去到的小城市 你知道金子德 雖然號稱叫小京都 但第一個感覺就是 他不是京都 都不一樣 那 為什麼我會喜歡京都 因為京都有一個個性 還有特色 跟打敗 剛剛好是相反的 或者是說 對於一個台北人來說 這我又要提 朱戀經的三三年夢 他說 從古都 朱戀經寫古都 到他現在 紀錄寫的三三年夢 有一個核心最簡單的東西 有什麼東西 讓他一直不斷回到京都去 那就是 京都創造一種 時間好像可以靜止的一種畫夢 你到京都去 你會覺得 非常安心 那些你原來知道 你記得的書 的東西 他會一直在那裡 那 產生強烈的對比對照 這一定在 古都裡面的寫法 比如說 當年 他被建成的時候 這個城 他的所有的格局 跟他的資料環境 在日本裡面 就像京都 所以當時他們會認為說 在這個遙遠的南方 會被打造出一個 像京都 當然不會是京都 像京都的一個城市 這個城市 幾乎沒有東西會提供 他會一直不斷地被改變 就算了 所有你記得的東西 會一直讓你消失 更難的是 這裡的人 連記憶他都很尊重 連你原來記得的事情 他們都一直不斷地把握 所以 從古都開始 中間先就 產生了這個 非常非常強烈的 我認為是一個 我就是要 正因為你們 那麼可惡 所有 我認為他應該在 的永遠的消息 你們連我記得 他在的這件事情 你們都想要承認 我就是越是 我讓他走 我越是要讓他 永遠的 永遠的文字 永遠的力 永遠的記憶 所以他 一而再再 回到京都 就是要確認 在這個時間上 有一種像是 時間會停止的狀態 我可以停會神 這種心情 這種感受 因為 這裡就是 到來 我無法認出 大白 因為大白 最有限 日文 他是這樣 最沒有辦法 他會讓你非常地煩躁 到神幕 你會知道神幕 有些東西 他就在那裡 我說到 金澤 你會知道金澤 有些東西 他就在那裡 到雜好 你也知道雜好 他就在那裡 我就說 我們在台北已經非常習慣 說到 那種小巷子裡面的一個 小拉麵店 一個卡卡在這裡 明天 他生意成功了 他又會 搬到他的地方去 或者是明天 他生意變壞 他又會笑 你這超波羅 就是超波羅的拉麵 那種再小再小的店 他做一次 你一次又一次回去 他都在那裡 那是日本 或者那是我們想像 我們在日本 找到的東西 為什麼會 我們在日本找到這樣的東西 因為 台灣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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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阪 對我來講 是 那種很焦躁 因為他太想太廢 他是一個 很沒有定性 不打算要把什麼樣的東西 留下來的一個城市 我說我非常討厭 這個城市 因為這個城市 會讓我懷疑所有人 我非常討厭 我跑到這個地方來幹什麼 我讓我到大阪去 那我不如就留在台北 就好了 台北還跟 台北所有優俗 你給我一下 比較精確 大阪所有優俗的東西 台北通通都有 那 大阪有此謀 不在這種優俗的庶民 的那樣的一個籠罩底下 我從來真的沒有找到過 這雖然洛杉磯只有五雅 因為洛杉磯其實也有 對他的印象太長 我根本沒有帶來我們 那我去過很多次 那我從來沒有辦法改變 包括各種不同的朋友 都問說 大阪哪裡可以去到哪裡可以去 包括去到那個 有一年真的是 最不得已的情況下 太晚去了櫻花季 然後呢 到了京都 到了京都 到京都的第二天 就去平安城樓看催雪 已經看到催雪了 然後去到任何市 就只剩下 平安城樓的催雪 然後到任何市 因為任何市的那個櫻花 可能有人知道他特別大 然後呢 所以給我特別慢 就是剩下這兩個地方可以去 東福寺 所以這一番 動力的櫻花 所以那一次 最不得已 就跑到大阪去 去看大阪造衣局 大阪造衣局 就是因為他那個平安 所以他保證 櫻花開的花期最長 我早就知道了 那其實在大阪造衣局 你又覺得就是不對 他就原不是日本人的櫻花的實節一樣 因為我覺得很假 有種自由的打扮人 打扮人 打扮人的時候 啊 幹嘛一定要那個櫻花 那個封面走到哪裡 你就剛剛開櫻花開到哪 我們櫻花全部都擠龍在那裡 你知道那種感覺就是 這不就像台灣人嗎 台灣人就是幹這種事情 既要一時也要千秋 我們就把所有人都擠在一起 都在這裡碰不動 然後我有講究了 那我就可以比較滿意這樣 那當然多次去讀到 我覺得我願望在這裡找到 我想像當中 或者是我建構的那個 日本跟台灣就不一樣的地方 那回頭講 但我每一次每一次這樣 我心裡其實有一個 自己清楚明白的一件事 比如說大阪之所以 之所以這麼樣的一個城市 事實上是因為 就跟台北一樣 它是一個最真實的一個城市 或者說 它是一個最宿靈的一個城市 什麼樣叫做宿靈 宿靈就是 活在當下 你必須一直不斷的去解決 你當下的問題 你沒有一種安全感 你沒有一種穩定 你在生活裡面一直不斷的打滾 打滾久了熟了之後 你的時間感是非常非常完善的 一種宿靈的生活 所以很怪 就是 我不會想要待在大阪 因為待在大阪 那我不舒服 因為我只能夠接觸到 這些人的表面 但是可能也正就是因為這樣 我喜歡或我會要的大阪作家 所寫的小說 當然在空門會之外 另外一個重要的大阪的小說家 是三起公子 我也喜歡三起公子的那種小說 大家你想到 一個這樣的一個女性 然後她用那樣的一種精神 然後寫出那種商社 那種生活裡面那樣子 那種瑣碎鬥爭的細節 趕快到後來還可以去挑戰 去寫不謀地帶那樣的作品 她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 而且那個精神真的 他不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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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大凡的一種 在泥巴裡面打混的人 他們才會有一種任性 但是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大的精神的東西 那也因而當時讀 郭本輝的《泥河道論》 就會感覺到 是 這就是我不願意待在大阪裡面 因為我待在大阪 我不可能看到 我不可能接觸到這些大阪人的內在 可是那樣的一種庶民生活的內在 他會有很迷人的地方 如果我們有像 郭本輝這樣的人 把我們帶到那樣的一個 庶民生活裡面的那種孩子 不能說是喜怒哀樂 因為比較接近的是 跟時間活動的悲哭 所以我看郭本輝 對悲哀樂 或者其他的作品 那樣讀工本輝的人 大概都會有 都會有下同樣非常強烈的印象 那就是 他很奇怪 不知道該怎麼說 奇怪還是 在那個環境底下的一種 一種必然跟一種正常 那就是 他對於 在生命當中消失的人 非常非常的 不能放掉 像 《幻子光》 第一篇 我剛來之前還在跟 郭本輸說我 有的是《幻子光》 那一篇 跟 錦繡 對我來講 他是一個幾個內作 而且 從這兩篇作品 一個管 一個短一點 一個稍微長一點 錦繡沒有特別長 沒有太長 大概對我來講 就是那個 工美輝文學意念 和核心的東西 就跑出來了 那樣的心情 映照底下 其實是 像我們作為一個台美人 我們在這樣的一個生活環境當中 你應該可以體會的 但很奇怪的是 我們絕大部分人很少去體會 怎麼叫做一種 我們可以體會的生活 因為 我們在一個 時間順序 時間很快 變化很快的環境當中 長大 你大概都可以想到 好像 至少在臉書 興起之前 你大概可以快速地 一回想 你就知道說 有多少人 在你的成長 在你 我們每一個人 在這個都市裡面 我們不會住在一個地方 然後就在那個地方 跟所有的 同樣的鄰居 一起長大 一起過 我們會搬家 不只是我們會搬家 你不搬家 你的鄰居你會搬走 我要搬新的人來 那你應該自己回想一下說 我們光是講 第一個 在你的鄰居 有多少鄰居曾經 用一些奇怪的方式 進入到你的生命當中 然後接下來他就消失了 他就出去了 在他進入到你的生命的時候 有的時候 其實是非常突兀而深刻的 但他不會連走 那這樣我就不要講說 你這樣看有多少同學 有像我們這一代 我們這一輩的話 我們 經典單單一件事啊 我們光是 我們光是 我們當 我們光是算說 我們小學共的同伴同學 中學 國中同伴同學 高中同伴同學 我們每一年 我們的同伴同學 就是現在的小孩的兩輩 就這麼單純的一件事啊 這完全就是數次啊 我們一般有六十個人 在我之外有五十九個同學 現在小孩 他們還去找五十九個同伴同學 我們有五十幾個同伴同學 我們這樣一年一年 有這麼多的同學 然後這些同學 用各種不同的方式 跟你共同生活 然後還有小事 他就想說 到後來 你在工作上 你在人際關係上 你碰到的各種不同的人 不過我覺得 相較於溝斗灰 我們有種 我們的無聊 或者我們的保護 我們有種奇怪的保護 可以說是安全的 就是 你認為你在生命當中 值得讓你去知道 你到後來 你參與的生命之後 去了哪裡 我們把這個範圍說得非常小 我們把這個範圍說得非常小 比如說 喔 親戚親人 那個親戚親人到後來 就說 阿媽媽又講起 古公阿姨 他們的誰 現在在幹什麼 你也就覺得就OK了 雖然很可能 你小時候跟那個 他們的古公阿姨 到你們的誰 你們很可能在那個 每一個暑假的 那個成長的最重要的環境的時候 你們每次都在一起耶 可是後來 30年後 媽媽說 古公阿姨的誰 又吃得不好 你也就算了 你不會去想說 那他離開我生命當中 這一段時間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覺得這仍然是一種 非常奇特的時間感 一個說明的社會 它實際難分短處 在那個短處的 的時間感當中 人 那樣的一種 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和我的定性 是我們把它視之為 理所當然 但郭董會 從來不把它當作是 理所當然 所以他的小說當中 他一而再再而再 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回來 這樣一個人 走了 不見了 他發生什麼事 我想要知道 我想要知道 然後有的時候是 在這個莫名其妙的狀況底下 你知道 因而 那是一個盡量的震撼 就像景修裡面 短期十一年 就是 在個人議論之後 然後在 也在藏王的蠻車站 就讓我想到 那次去藏王 在蠻車上面 發生什麼樣的事 或是景修裡面的事 或是 那樣的所有的 那個 人和人之間的那種 那樣的一種 不能放掉 你離開了我的生命 但我還是想要知道 你的生命在怎麼過程當中 一共不同 走到不同步的時候 就已經發生了什麼事 我覺得這種情感 非常的感人 雖然他有時候 也有他可怕的地方 他可怕的地方有兩種 一個是說 那他變成了一個 Ossession 變成了那樣的一種 痴 痴迷 那那種痴迷 最可怕最可怕的 好了給他再講 因為我想到 其實你不知道我管會的是 獅子欲合 因為患者光是 獅子欲合拍的 那另外一種是 在公本的一個小說裡面 就是那樣的一種 那樣的一種 不能夠放掉 那樣的一種情感 到後來 他後悔到 照到理解 你不能放 終極的離開 那就是死亡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 公眾跟真理開的地方 他連死亡 他都被你放 所以絕大部分 有很多他的小說 像《報告捐傳》裡面 講那個 雙重的父子關係 兩對的那個 那個父子婦女關係 其實就是這樣一件事情 就是說 即使死了 我都不能夠 因此就放了你 說 我可以不用再知道 你原來是一個 什麼樣的人 或 你離開了我之後 我也無法想像 我不告訴你 或 可以放掉 讓你 不要繼續關心 我過得怎麼樣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我說 從一個意義上面來看 我討厭大 因為大白太像 我自己所在的這種庶民打混 這個草莽草率的環境 但另外一方面 我很喜歡共本會 因為共本會在那樣的一個庶民 他寫出了 我到回來 我看到 我周遭的這樣一個草莽打混的社會 我們沒有跟著特殊的情感 我們先說到這裡 我記得上次 我跟梁良在後面的時候 跟他閒聊 我花了大概十五分鐘的時間跟他談 我在今年的六月十一號到六月十八號 去了龔本輝的這個 他的創作的文學舞台 我跟他描述了這個和川的風光 因為他說 他不喜歡大白 但他喜歡共本會 那共本會的舞台全部都是和川 是由就是唐島川跟朴佐爵川 他會合之後 從叫做安治川 安治川是出了直接出牌的這個港灣的地方 我花了將近十五分鐘 他完全沒有什麼七雙進去他的腦 他聽完以後就說 我還是不行 那我覺得除了 就是說這裡面有一個很強烈的背景 除了楊教說的 剛剛說的這個草莽的 很樹林的 很底層的這些人 他們跟時間搏鬥的那樣子的一種 他剛剛用了一個我覺得更好的形容詞 我們先聊的時候 是一種肉切肉的 他跟春藏川術所要描述的那種 近未來的 異視界的 異視緣的 平行的 異受的 那樣子的景觀是幾兩不同的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很重要原因 是因為傳場文化 傳場文化是一個商人的文化 那他不僅有大的商人 有大的商社 他還有很多小的這些行商的人 包括小貪犯 像以尼河來說 他們當時在安自川的這個端建杖橋底下 做一家小小的拉麵店 那這些都是使得他們在營生上面 變成是一個最重要的追求 他們的人生目標是如何愛家 然後如何有一個小小的事業 他跟京都是一個千年來的傳統的 一個文化的古都跟東京裡面 接受了這麼多的西洋文化的衝擊 所塑造出來的這種 時尚的舞台 非常光鮮亮麗是幾兩不同的 那很有趣 因為剛剛楊兆提到了平安神宮的聲音 你提到了說喜歡三喜夫子 還有一些大版的作家 比如說尤川豪 還有西家奈子 還有像古奇瑞一郎騎士師 我們經常會誤解 好像戲學理念 這四對姐妹 她們登場的時候 真的是如此的華麗 是在平安神宮 她們每年曆行四月要去賞音的 那她們這樣子光鮮亮麗的登場 就會讓家不以為戲學的舞台 是在京都 其實不是 古奇瑞一郎要寫的是說 在這種西洋文化的衝擊 而沒有像京都這樣子的傳統的文化 作為一個支撐的情況之下 傳場文化所要展現的那些上流社會 這些她們已經身處在一種很豐衣足食 然後能夠去欣賞那些很炫爛的這種生活器物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連傳場文化所要保留下來的 都幾乎是消滅掉了 她其實想要戲學想要去保存的 也是想要去她的一種哀歌 一首晚歌就是傳場的文化野界 也逐漸的已經滅絕了 所以很有趣的是說 大阪人對於他們自己本身 也是充滿了自非的情節的 包括他們把搞笑藝人 當大家來講說 關東的東京文化是多麼的 這麼的有時代的這樣子的先進的 然後大阪人 大阪真的就是縮在一角 然後他們的所有的商業的這些勢力跟能力 也逐漸被東京給取代了 可是她會什麼 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為什麼我們還能夠 就是至少對我而言 我在這一次 因為我跟楊兆一樣 我不喜歡大阪人 我也跟她講我承認說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相對的 就是說相對於東京 那些所有的城市的經濟也好 大阪確實是一個 充滿了泥令的地方 可是實際去走 那是我覺得很有趣的 那是不管是泥河 或者是 不管是銀川 道頓絕川 甚至幻之光 都是四十年以上的大阪 不是今天的大阪 這一點 這一點在我現場 去到現場的時候 我有一種深深的感觸 就是說 我們是如此的幸福 就是說我們作為一個獨者 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時代 那個時代下的龔本輝 他所保留下來的那個 深猛的大阪 然後卻 這個深猛的大阪 是為了求生 為了讓這一群 非常底層的這一群人 他們能夠在面對 不可測的命運 就是這個不可測的命運 時常會來清洗你 或者他時常突然來嚇唬你 但是你如何 在那樣子一個地方 廢墟般的地方 尤其是他的流轉之海的這個 他的這個 我們說他是他的自傳經的小說 然後也被批評為 在思小說的這個成分 非常濃的這樣的情況下 他還能夠找到一個生命的出口 所以我覺得 我們回到今天我們這個講題的題目 就是說 我想龔本輝最打動我的地方是 如何在這一種 不可測的命運的衝擊的情況之下 你找不到任何答案 你問天 天也會告訴你 不會像錦繡他 錦繡他後來的作品 他會安排一個場景 讓你遇到他 然後你問他為什麼 你當時為什麼要跟一個女人 在京都汛起 血流成河的汛起 然後為什麼你被救回來之後 你一言不發 然後最後你失蹤 你不見了 他還提供了一個場景 可以讓你提問 可是在前面的這幾部作品裡面 你找不到答案 可是你要找到重生的力量 你如何在這個事 就是這一次重生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 讓我覺得是公本文學 他最迷人的地方 所以我也很想要從這個 楊召底是第一本讀的是什麼 就是公本輝的作品 他當時的 你當時對他的印象跟你 後來你自己讀日文版的 那個印象有什麼改變嗎 然後對於剛剛說的這本思小說的 這個傳統 他是被批評的 就是思小說現在已經被批評為說 因為你是一個沒有想像力的 你沒有一個文學的 一個更高的憧憬 所以你最終只能寫身邊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突破你寫來寫去 就是你的祖母你的媽媽你的女兒 而且再回過來寫你的生祖母 就是說從這一點來看 公本輝的這個被批評文思小說 以及你對於最早讀公本輝的 這樣子的印象 還有他為什麼假設 假設這個答案是你能肯定 那那個原因是什麼 我們要先看那個嗎 我們要先看那個嗎 然後你才要看 你先看 然後你下一次 但你問了什麼 我問你第一本讀的 是泥河 是泥河 大家讀過泥河嗎 請問讀過泥河 讀過川芝三部作的請請舉手 好 所以這就是另外我會有點疑慮的 就是進入到一步一步的作品 可能對大部分的人有病不適 所以我就只是大致地這樣說 那請問讀過景秀的 沒有讀景秀是人生最大的遺憾 請讀景秀 然後請問讀過幻之光的 謝謝大家 我最早讀《獨泥河》 而且我印象很深是因為 讀《獨泥河》的時候 差不多同一時間讀《魅惟河》的《少年H》 《少年H》 好像這個叫《少年H》 對 我想說後面還沒有錯 這兩話說 我基本上大概是在同一個時間 對不對 因為那個背景還有那個角色 甚至有一些東西到有一段時間 我常常會把他們混雜在一起 可是那個泥河給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 可是一個真的就是 為什麼我剛剛在描述在《少年》的時候 我會講到說 在泥巴裡面打滾 我覺得那個印象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就是說 這樣的一個 在那樣的一個環境底下的一個小孩 他們如何成長 那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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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形式上面 我們可以把它稱之為叫做 是一個啟蒙小說 包括他在 那個關鍵的點上 他看到 他的性的啟蒙 他看到他那個朋友叫 KG是不是 是洗衣嗎 還是 好像有洗衣還是洗肌 反正看到他們家的那個狀況 然後 那當然是 人生重要的 重要的領悟 啟蒙 可是 另外一個很大的 跟《少年H》其實有它類似的地方 但是 當小說結束的時候 《少年H》跟《妮可》有一個非常清楚的差異 如果我們回到 剛剛我們講說 什麼叫做啟蒙小說 什麼叫做承當小說 如果我們回到 一個西方的傳統 那你就會發現這裡面的反應 因為在西方的傳統底下 這種啟蒙小說 承當小說 從德國 從哥德的那個 廣場的傳統下來了 他被稱之為叫做 Bildons common 意思是說 那個Bildons 是自我修煉 或者是 自我成長的修煉 修養 那換句話說 成長有一種很重要的關係 是Bildons 把自己給建立起來 然後變成一個 可以獨立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一個人 那我覺得 如果你們看過少年演曲 你們會發現說 少年演曲 到小說前出的時候 他真的就是一個不懂的小說話 我們對於這個少年演曲 他的成長 對於他的 他要面對人生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是安心的 因為他曾經經歷過這些東西 所以 我們甚至會 會有一點點我們過自己的安心 所以我們會有一點點羨慕 我們說 經歷了這樣的一個大時代的人 他面對這個社會 面對這個世界 他有比我們更好的配備 我自己至少會這樣感覺 可是尼和是非常非常悲傷的 那不是一個背後懂事 他比較像是 一個人在那麼年輕 在那麼小的環境 在那麼小的年紀當中 因為那樣的一個環境 所以他還來不及建構他自己太極限 面對一個可怕的腐蝕跟摧毀的力量 所以當那個小說結束的時候 到我很高興說 他是一個三部曲 不過我以為 接下來他會真的能夠那種方式 繼續寫成 其實尹川跟道頓九川 不見得是那樣的聯繫的關係 但那個不舒服的感覺 讓我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 所以用這種方式我想 我還蠻認真的來聽 會不會這樣問問題 講到那個思小說的問題 我其實很不喜歡用這種 不是說會不會的 那種 有一種我覺得 在英文裡面就叫做chip shots 就是來得太容易的批評 什麼時候來得太容易的批評 什麼時候來得太容易的批評呢 就是說 先說 這個就是思小說 然後又說 思小說就是怎樣 所以這就是一個 這個思小說就有思小說的位置 我就一 然後一竿子 我就打翻了所有的 你根本就不需要認真的去 第一個你不需要認真的去 理解那個文本裡面到底寫什麼 第二個 你不需要認真的去分辨 在思小說裡面有千千百百種 對我來說 這不是 這不是 是不是思小說的問題 思小說 有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思小說 思小說裡面有好的思小說 有壞的思小說 什麼叫做好的思小說 對我來講 龔猛輝我也不管它是不是思小說 但到目前為止 我能夠讀得到的龔猛輝的小說 它有很強烈的自傳性 但這個自傳性對我來說 是好的自傳性或好的思小說 它的好的地方在哪裡 好的地方是 我自己不是那樣的一個配景 那樣的一個環境長大 可是在 《流轉之海》裡面寫 一個男人50歲了吧 那時候 然後跟一個 兩歲的兒子之間的 那種關係 它會在我的心裡面激發出 一個非常非常清楚的同情 就是我幾乎可以感受到說 那很像我回到我自己成長的過程當中 那個同情心 讀龔猛輝的同情心 是必然跟隨著 一種 indignation 一種義憤 意思是說 你不是那樣的出身的人 你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 可是你碰過它的小說 你會很憤怒的說 為什麼有人應該要這樣 還能有些什麼 那樣東西是不對勁的 那有些什麼東西是 必須要被解決或必須要被超越的 那這不是自我單逆 我也很討厭有一種自我單逆的小說 自我單逆的小說是 就是覺得方針在我身上的這些事情 都如此重要 可是 你沒辦法真正說服讀這所有 那是重要的 沒有討厭 那麽瑣碎的事情 然後你把它當作是 了不起的事情寫給我 然後要我來給到什麼 那我就會讓我覺得很耐煩 但你們如果讀過功能 應該知道 功能規格想說 有千百種可能的問題 但他就是沒有這種自我單逆的問題 他的小說 當他要用他的筆寫出悲哀的時候 那就真的是悲哀 當他在他的小說裡面寫出重量買的時候 那就是真的是重量 在他的小說裡面 他要寫出一種非常非常奇特的 這是他的另外小說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他的小說都在寫悲哀 他的小說是比別寫了很多的沉重 但是很奇怪 他都會在 如果是短編小說 他會加在尺寬的地方 如果是長編小說 他會在那種很多轉折的地方 他會長到那個光亮 但那個光亮一點很不勉強 我借用惠惠剛剛那個說法 就是說 公文輝他把那個生死的這件事情 寫到一個非常曖昧的一個狀態 意思是說 我們在我們一般我們常識的認識底下 生死是最絕對的 沒有人死一點點的 什麼叫做這個絕對就在這裡 生跟死是兩個不可能變成的狀態 就是說我們最不可能誤會沒弄懂的 就是依照著一個國際 她其實也是死的 但是公文會最喜歡寫的就是 人死的一個個嚴重 或人脫了一點的 我怕有難忘記回說 在他的小說裡面 有非常非常多角色 死了但死了一點 因為他繼續在那個活人的 這個意識跟他的故事跟他的經濟裡面 所以他死了 真的有的時候他死了 他才開始活 那是另外一個非常驚人的一種主題 因為他經常會提醒我們 是我平忘不了的 真的 有很多人當他活著的時候 他不在於這個意識 可是當他死了 你再也沒有辦法把他叫回來問他說 你當時為什麼做這件事情什麼 你就過不去了 這時候他就再也不會離開你的生命 因為當他活著的時候 你老覺得 反正我不要問我可以問我 他就在那裡 只有等他要死了 他用一種奇特地活一點點的方式 一直感到你 他就是不會走 那另外到後來有這種死一點點的狀態 就是會不會剛剛講的那種 在此生或在當下的這個生命當中 再生或者是重生 比如說經常有一種狀態 我們活著 但我們其實已經自己放棄 再去追尋活著的意義 可是因為很特別的一些轉折 譬如說在道德學廠裡面 那是一個半場的轉折 碰到半場的過程 就怎麼樣在這個店裡面 午夜碰到了 就是等於交錯的 一個爸爸把他沒有放在他兒子身上的感情 交給了一個從來沒有機會分化 有父子感情的一個年輕人受傷 在那樣的交錯的過程當中 兩個本來至少在面對父子關係上面 都死了一半或死了一點點的人 因此而復活 所以死了不是真的死了 活著不是真的活著 那人生當中最有意義或者是最強烈的感覺 正就在那個生死之間 我曖昧非生非死 即生即死的那個狀態底下 我一直都覺得 這是公文會寫的最成功的地方 那當一個人 一定要可以把這種事情寫得這麼成功的時候 你幹嘛要去在意 或你怎麼會要去在意說 這就是其實是他都在寫他自己 這就是一定是思想說的 你唯一需要去在意的是說 當你讀了那麼多他的作品 都可以讓你厭凡 我們要這樣 那是同樣的 那厭凡你就不要繼續讀了 但你也不需要去回頭去討論 他曾經寫出過你生命當中 才有的東西 曾經充擊過你 至少這是我 謝謝揚造剛剛的解析 就是死一點點跟活一點點 是我今天聽到的 我自己覺得非常的有收穫的一個說法 因為不管是在幻之光裡面的 對 幻之光裡面或者是 剛剛揚造在私底下問我 因為我是這個詩的意思 然後 跟我說 你覺得 翻譯的時候 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很難嗎 很難嗎 我覺得是難的 不是因為他的日語 很難譯的程度 而是他裡面所隱藏的訊息 那個訊息就是要把這個死一點點 以及活一點點的那個張力 把它表現出來 那以幻之光來說 他的祖母 有一天突然失蹤了 那這個失蹤 沒有結束 永遠沒有結束 你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在這個家人的心裡面 這家人反而是很希望 經過了很多的過程之後 希望這個老美邁就這樣見了 可是世界上的人不放過這件事情 一群警察 就是有警察來盤問 鄰居都在猜測說 這什麼時代了 為什麼會有一個老人家 就這樣失蹤了 那因為這裡面有猜測 有非常多的猜測 猜測這個死的原因是什麼 跟這個女主角 柏美 始終無法理解 那她的先生 25歲 然後小孩才剛出生 兩三個月 為什麼 她為什麼會在 回到上面 完全沒有聽到任何的警示 就這樣子不見 這裡面有 這四篇的文章 不管是 冠之光 夜衣 夜行 列車 或者是 臥部列車 或者是 臥服 處理的都是這種 突然發生的 你不知道 那個是來自於 她自己本身的 她自己本身的意願 還是真的是來自於意外 你無法去判斷 就像 臥部列車的那一天的 那個老爺爺 他第二天醒來 輾轉 反側醒來的時候 老爺爺失蹤了 是怎樣失蹤了 是她掉到火車下面 失蹤了 還是 她是真的只是失蹤了 公文輝暗示了什麼 我覺得這是最難處理的地方 你要想很久 你要想很久 就是說 那從頭到尾 所以 扣緊公文輝的這個主題 他所要傳達出來的是什麼 是疑惑本身 死亡本身 還是死亡之前的 那種種的 人事的所有的這些 不管是來自外界 或是內在的那個 毀壞的那個部分 我覺得那個 那個地方是 在 在面對公文 會的這個公文文學的主題裡面 你永遠逃不掉的 就是 那為什麼這件事情 會發生在我身上 我覺得那可能就是 讓我們 覺得有 今晚是他 可能是個人的經歷 但是 我們有一種 共同的情感 或者是 我們有一種 共同的疑問的地方 可以這樣說嗎 大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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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失敗之城 太清楚了 因為到大阪 第一個最重要的光光景點 叫大阪城 但你一上到大阪城 看到什麼 就看到下次真的 封田秀吉 如何潰敗 封田秀吉 如何潰敗 封田秀吉 有專家看他們 如何建立其他的小幕府 所以 這就是 一個失敗之城 我一直覺得 這個印象太清楚 太明顯了 我會這樣解讀 這是 很粗暴的解讀 整個那個 大阪的庶民性 都建立在 面對東京 德川幕府 和面對京都 天皇所在之處 的自卑感 那個自卑感很強烈到 因為我印象最深 另外有一次 我去大阪 他說 怎麼還不像日本人 因為我去大阪的 那一次 剛剛好碰上阪神 得到總冠軍 那個大阪人 那種瘋狂的狀況 然後挑道論 絕穿你們 可能有人還會記得 但是 這太像日本人 就是日本人 不應該是這樣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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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日本人 不會顯現出來 自己這麼desperate 需要這個最重要 那我覺得 這是日本大阪 所以 大阪人對於他們做為一個 Loser 這件事情 有太高的 自覺 我覺得這種話 也都 非常強烈的反映在 比如說 《三季公司》的那個文章裡面 你會覺得 那不是英雄 就是 《三季公司》裡面 那些人 你會發現 包括別人 別人 那種毛利帶裡面 那樣的一個人 他的那種 強韌的個性 其實都來自於 因為他知道他自己是一個 入聖 或者說 他知道他不做任何的事情的話 他就變成就是一個 失敗者 所以他才會那麼樣的強烈 一直不斷 不斷地放棄 那 所以 對我來講 工統會的小說裡面 也有這種 大感性 那個大感性 在工統會的小說裡面 他比較強烈的表現在 在於 可能是在 不是那種 《三季公司》式的那種 世俗的成功 而在人際上 因為他也很難再找到一個 一個 在寫人際關係上面 那麼沒有自信的一個過腳 不是說工統會沒有自信 是 你可以感覺到在他 幫我回答他講說 工統會 因為小說裡面最強烈的 這次聽取了這個主題 就是說 在我生命當中消失了 我原 談到一個到哪裡去的 我想要對自己一回講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其實是我們 自我保護 或我們 潛意識當中自我感覺良好 但工統會沒有這樣 工統會跟大小說裡面 沒有這種自我感覺良好 他們為什麼會一直放不掉 因為他們老是覺得 內容的消失 應該跟我們有關係 所以你會覺得 如果你們看過 例如說像 那種美國好萊塢的電影 例如像 Mathamon 他的那個粗道的成績 做心靈很熟的話 我會看工統會的效果 經常很多時候 會跳出那種 好萊塢編劇的那種心情 就像把那個角色找過來 從前一場戲 就像找一個人跟他講說 這樣換直播 那個女主角 你看她 百百富富 百百富 她勾引我們同情的東西 很多時候 我都很希望工統會不會寫出一個人 去拍拍她跟她說 It's not a form It's not a form 不是她 這不看你的事 不管她發生了什麼事 不管她為什麼去自殺 那就不是你的錯 好了 我也可以這樣解決 但工統會就是會寫到 一而再再而再 我們會知道 我們會知道 說 沒辦法 因為人間就 人世間就是我們這種 這種情境 再多人跟你說一次哪有法 你放 我可以體認 那我可以體認 然後或者是我 我可以感受 而且非常強烈的感受 而且道佛的愛 我就說這是好的小說 因為道佛的其實是 他會一直握我們自己 包括有時候是很殘忍的 那我的好處是因為 我現在做了一個講真的 我可以把我的教育課 我把我的折磨丟給你們 那你們為什麼從來不想說 現在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 在你身上 你曾經有過 你高中最要好的同學 現在去哪裡了 為什麼他消失 為什麼他不理你了 不是你的問題 不是你的錯嗎 你的兒子現在在哪裡 你媽媽現在在哪裡 雖然離開 現在跟你的生命 有這種距離 你真的過得很好欸 你真的過得很舒服 因為你 It's not me It's not my fault It's not my fault 你不管他 或者你就將裝作 這不是你的問題 可是讀根文會的小說 真的就是你 一直這樣問你 你知道這些人現在在幹嘛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你不會好奇嗎 你不會難過嗎 你會碰我嗎 你不會想抓住 那就是另外一種很不一樣 我承認他有很多 非常自我承認 對著一種生命情境 來自於那個 從夏日之日之後 結果被打入到 魯蛇 魯蛇族的大場 就可惜 很粗暴的解釋 所以的是他自己一再的說的 人生的 生命裡面的夾雜物 是生命裡面的夾雜物 是一種來自於 這個城市的命運 變成個人的命運 我不敢這樣幫你 跟我們講 因為講到業 講到另外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講到業是 等一下其實會不會自己可以說 因為 講到業對我來講 是這次開啟了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話題 那就是 龔本輝跟三大元經 這些的關係 至少我認為 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就是若晴剛 在之前 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我剛剛會不會有講說 我問他說 你翻譯功能會 會不會覺得很困難 那 我特別要幫他求證的是 因為 我自己在讀 論文的時候 不一樣的作則 用 我用論文論文的時候 那個難度不一樣 對我來講有兩個 相對 因 是比較 讓我自己不是很有把握 是 是 沒有那麼理所當然的 簡單 就是 我自己會懷疑說 讀他們的東西 註意在讀得這麼簡單 我會也有擔心說 那是因為我 沒有讀到一些 我該讀到的 就是想像當中 這兩個人的作品 應該都要更難的意念 一個就是龔本輝 一個就是三大元經 然後我又很 會很清楚地感受到 這兩個人他們在處理 某一些主題 到底是我的智商 是他們在處理 某一些主題上面 有類似的地方 那我自己的 懷疑 然後沒有明確的答案 可能有一部分是因為 他們似乎要探索 那個生命的 意義的方式 展現的方式 跟我比較接近 或是我們在鼓勵可以接受的 例如說 雖然我也很喜歡 春藏春樹 可是對 對待春藏春樹的 閱讀的方式 我跟幾乎是所有 大部分的春藏春樹 剛剛好都相反 因為大部分的春藏春樹 的鼓勵 都被他營造出來的氣氛 給迷住了 所以你讀過去的時候 你覺得很舒服 你是用一種感性的方式來讀 我從來沒有辦法 有感性的方式 進入到春藏春樹的世界 對我來說 那是一個巨大的 知識上面的挑戰 比如說他永遠在 用各式各樣的潛藏的眼部 偷偷站在那裡 笑說 你有沒有看到你 你有沒有看到你 對我來講 你怎麼可以呢 你不要這樣欺負我 這個音樂我聽不懂 你不可能是 其中藏春樹真的是這樣 他看起來像是隨手丟的東西 這個時候這個主角 在主義大利面 他聽起來那樣的音樂 那看起來隨手型的東西 對我來講 認真的去追求之後 我越來越相信 就是正摩羯座的人 很恐怖 他從來沒有真正的隨手 他都是在那裡 而且他就是在那裡冷冷看 比如說 你到底有沒有看到啊 你知道是他 我為什麼要放在那裡 他永遠都是一個很挑釁挑戰 所以對我來講 我就是一定是這樣 一直不斷地分析去存當成熟 完美的樣貌都弄清楚了 在那裡面是高等的樂趣 樂的不得了 例如說可以這樣解釋 知道說 你 你 好你 大叉叉 你一定要把那個 一定要叫那個 天津卡布卡 跑到四國的生理裡面去 然後進入到那個 時空的環節裡面 那個四國 絕對 絕對有意義的 然後明確的 我可以把你抓個死子 讓你跑不掉的時候 你就是為了大獎變讚 啊 這樣寫的 多帥 我快樂 那就是跟這個作者 我斗帶也很誠實地說 我對的時候也很羨慕那種 很天真的 存當成熟的人 我剛剛不用想那麼多 他真的很好看啊 我也蠻羨慕 因為我從來沒有辦法 這樣 可是對於 三導遊記錄 或者是對於 公文規律 有很多之後 那是很情感式的東西 然後你會 很簡單的一個 對比跟對照 我剛剛 老大女還在轉 但還沒有徹底的轉完 只是 一個原本讓你回顧 但還沒有全部轉完 但 轉到目前 我還找得出來 雖然說 有任何的一本小說 是一排 或者是一刻 可以做一些主要的意向 做一些主要的 的那個 主題 雖然說 最重要的主題 就是 三十年來沒有改變 就是在那個森林邊緣上面 一口井 沒有井來 所以是你可能掉下去 然後這口井會在 那個 那個什麼 花掉廟 連在井裡面 再出現自己 跑出都是 都是森林 森林邊上的一口井 那就是它 從來沒有放掉 所以我想說 他的主角有渡過海嗎 有 就是那個 海邊的卡布卡裡面 可是海邊的卡布卡 叫做海邊的卡布卡 但是海 不是很重要的元素 卡布卡式 然後 他們渡過海的時候 是從本州渡到四國 那已經是四國大牆 蓋好了之後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 那個誰 心顏先生開著 大哲 渡過那個 四國大牆到四國去 不是海 所以那個海的意向 在 春上春初的小說的 小說的 主題當中 但是你如果去看 三道如今 海到處都是 那個海是一個 這麼強烈 這麼重要的一個意向 無業意涵 光是那個 真的就是 如果你看過那個電影 第一個第一幕 就是一個派船 走過去 然後陽光散在海上的 這個意向 那就更不要講說 他終極最恐的作品叫做 《翁然子漢》 潮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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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潮燒那個 那個女生跳到海裡面 去站在海底裡面 那所有這些東西都跟海有關 那這個到目前為止 公保溫協談那的作品 我們都沒有看完 可能也還沒寫完 是 現在在聽我們 但是台灣只翻到第四的 《日流轉之海》 《地上之星》 《雪脈之火》 還有 他整個系列的名稱就是 《流轉之海》 現在是四幕曲 他原來想寫四幕曲 他原來想寫四幕曲 他已經寫到六了 對 已經寫到六了 那 這個小說叫做《流轉之海》 叫我看起來 他也 一五之一萬 那個叫《豐饒之海》 應該這樣講說 如果你們看過 三道行曲的《豐饒之海》 你會知道 這個小說大刻意 就叫做《流轉之海》 因為那個海洋的意象 或者海 或者是河 最重要的意象 就跟 霍瑞剛才講到 跟那個意 是關係在一起 那葉來自於輪迴 來自於國家 只是在三道行曲 跟在郭本輝的手裡面 都大幅的現代化 它其實也不是一個佛教的概念 它的概念比較像什麼 比較像是一個 人面對自己的命運 去解釋這件事情 為什麼是我們的時候 所給予自己所建構出來的一套說法 或者是一套畫面 只不過我認為 在這裡面 《三道行曲》跟郭本輝 又不一樣 《三道行曲》 原比郭本輝聰明 也就是說 《三道行曲》聰明到 他會 一而再再而再地意識到 這是一套自我安慰的謊言 所以他寫得最精彩的是 人如何想盡辦法讓自己包圍在這房間裡面 因為這樣才能夠活下去 如果你真的必須要認知說 這個命運是沒有任何的道理 太慘了 你太聰明 你明知道你建構的任何 包括業的概念、想法這些東西 都是假的 可是也因為你太聰明 你必須找各種不同的方式 然後找到各種不同的線索 來欺騙自己 然後在欺騙自己的過程當中 你又不安 因為你太聰明了 你知道 有很多的破綻 所以這是我多解讀 我在讀《三道行曲》的 《公饒之海》 本多凡邦 他一生的故事 他一生當中想盡辦法要說服自己說 人的命運是有道理的 然後這個道理就是螺絡 所以 一而再再而三的這個螺絡 我們現在之所以碰到 是因為前世性為什麼 但他就是不是在寫前世今生嘛 沒有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因為他在寫的是 當他每一次 建構起這樣的一個東西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破綻 然後他必須要去處理 他的人生哲學當中的擴展 我說相對底下 公董會比較老實 比較笨 這又是大阪人跟東京人 或者是大阪人跟江湖 差別的地方 大阪人 這樣就比較死心眼 我覺得公董會有些地方 他的角色是真正熱切的需要 這個葉的概念來幫他解釋 而且他們沒有聰明到那種地步 多成一直短短短短短的後設理解 這些東西是他自己建構起來的 所以他會投入在那個葉的概念底下 然後這個葉跟海洋跟河水跟流轉 他整個結合在一起 然後最後呢 他的小說至少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可以站到臨心的 其實是稍微溫暖一點 還多多少少會給我們 就想讓他回回所說的 會給我們那個 轉到這裡的時候 你可以從 你可以得到一種心的光量 得到一些種心的力量 你可以從原來死到一半的 力量中再拿出來的力量 再給我們回來 我想這個很典型很典型的做主 就是幻子光 所以說我非常佩服 雖然我在讀會會翻譯的幻子光 我之前都已經讀了很多 我跟我回的作品 然後我回來再接觸他 那麼少的作品的時候 那幻光那一天還是很感 讓我很感動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在那個讀的過程當中 我已經覺得說 這個沒有別的辦法 但後來就只能很可愛 然後出現一個心理的獨手 然後就說 It's not your fault It's not your fault 然後我就說 他可以堅持不這樣寫 然後寫到最後 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式 可以從什麼力量來 那不是一般的小說才寫得出來 我們剛剛我們談到現在 我們從幾個角度裡 一個是生 一個是死以及命 半生半死 然後如何重生的這個角度 來看夠本為學 我們也從河川的這個扭轉 以及它可能象徵的是業的命運 還有為什麼這件事情 會糟糕到我的頭上 那我應該是用一個 什麼樣的方式去提問 或者是我在提問的時候 我能夠遇到多少 有很可能的答案 以這個角度來給公本為學 但是我在回答原造的時候 我還提到一點 對我來說比較困難的是 從這個角度來看 公本輝的短編小說 不是看它的流轉之海 就是說它有很高的一個藝術性 跟文學的一個象徵性在 就是說它有一些重要的意象 不是只有單純的 大阪的這些河川 以《幻之宮》來說 是那個北陸的離日本海 然後突然黃光破雲而出 那個海面上 看起來像是一些羽群正在張口 就是對於一些想要這些 這些窮了一輩子的漁夫 想要有一個很好的漁獲 這樣子的一個誘惑 那種海面上的幻之光 跟人的生命裡面 也會出現的這個幻之光 這種意象以及夜陰 我說夜陰的最後一個場景 在晚上的這個院子裡面的探照燈照的之下 這些落下來的這些櫻花 這女主角心裡面想的是說 她在飄落的櫻花當中 她隱約看到 那隱約一瞬間看到 她可能成為某一種女人 那一種女人 到底是哪一種女人 或者是在臥褲列車裡面的 也是一個就是兩個影像 一個影像是 那個蛇燦蓮花 然後讓她覺得是一個 近乎是一個只靠一張嘴 因為她是一個技術人員 這個敘述者是一個 這個男主角是一個 男主人工是一個技術人員 她覺得這個是 有聲滑吊有水滑舌的這個人 她看到的一幕是 在黃昏的空無一人的辦公室裡面 她坐在一張辦公桌上 然後垂頭上氣的那個影像 以及她在要搭這個夜附 這個臥褲列車的晚上的月台裡面的 一些喧鬧的情況 是一種無聲的 近乎於無聲的喧鬧 以及最後蝙蝠的那個 蹄房旁邊的那個草叢裡面 黃昏的時候 竄出的那一大群 烏黑的 然後就是 等於是張牙無爪的蝙蝠 還有在最後一層的場景 獅仙堂 然後那個落葉飄下來的時候 跟那個她當時 蹄房旁邊看到的那一大群 黑色的蝙蝠的異象連結在一起 這讓我也想到了 就是說她在處理 那一條只有她看見的鯉魚 還有她跟洗衣的時候 她跟那個 她確實那個小男孩叫洗衣 她一直跟那個洗衣說 那個安置川裡面 有一條鯉魚 然後也只有那個小男孩看見 然後最後這個小男孩 他也是不告而別的時候 這個小男生 他看到那一條河流裡面 他還是看到 那一條鯉魚那個異象 象徵的是什麼 這沒有人可以看到的 是什麼 有評論教授斯斯基王 所以我就聯想到說 你剛剛講到 你要談四肢語和的幻影光 所有的這些影像的處理 都有她 我覺得是我們很能講故事的情節 但是那個影像鮮明到 她會聚刻在每一個閱讀者的心目中 至少就是說 不是因為我是一個醫者 包括我讀地屬地的貓 心頸澤的這個故事 或者是夢見街 或者是月光之東 她形容的那個 來月光之東來找我的 她那個異象都鮮明到 不能拍好萊塢電影 只能拍十字語 你要看四肢語而換之光 你要看四肢語而換之光 這是另外一個 是要說有一種個性 我會把它稱之為 瑣碎的權益 因為我在講我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是要說最怕最怕就是 到後來對 那就是一個人的畫像 但那個人 他沒有一個性命的 什麼樣的東西 出現出來 跟我會的每一部小說 都不一定 剛剛會不會舉了很多 異象的例子 那時候都不完全都是異象 但基本上你不會在 公本輝的任何一個小說當中 一定造不到一個 讓你幾乎是讀過了明確的 我有時候都常常說 你講我太壞了 她寫到這裡還是知道說 我要讓你忘記掉 她的小說 像她的小說 每一篇一定有一個 這個場景或是什麼樣的東西 你讀完了 你不可能忘掉 那她的長篇小說就是 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出現一個 讓你忘不了的東西 那個太強烈太強烈 這個叫做小說的記憶 小說的括弧學 這裡就是很不幸的是 很多喜歡寫小說 或者是想寫小說的人 從來不知道 你怎麼拿小說成立的 也很重要的關鍵的訣竅 舉例來說 譬如說 我本來是 但會不會很喜歡冒險 對那個還沒有讀過小說的人去講 小說的情節 因為我總覺得 那樣講 不小心就會 搞不然會打破 破壞你們 是破的嗎 對 會劇透的破壞 有一個很有名的評論家 叫做災藤美娜子 他就死也不想 因為他非常的毒舌 他就寫了一本 一本專門為這件事寫了一本書 叫做 從後面最後一句讀明書 我們都不是最害怕的 像東諺有規模說 他所有的作品最重要的是 那意外的最後的一行 那一行是他所有的核心所在 詹藤美娜子就說 如果你是名作 你就可以讀最後一行 我們都記得讀過的第一行對不對 請問各位記得讀過最後一行是什麼嗎 我們也記得暗夜行入的第一行是什麼 但是你永遠不知道他最後一句寫什麼 所以他就專門寫了134部的名作 告訴你他最後一句是什麼 我這種說好說好都是很無聊的 因為好的作品 我很喜歡 我還是喜歡 以用那個 我喜歡經常改寫 托爾斯泰安娜凱雷尼他的第一句話 那句話不用完全說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一樣 但是每一個不幸的家庭都有他不一樣的 不幸的方式 我喜歡用各種故事給他寫的 例如說 講到這件事情 我的立場真的就是 所有的壞作品都是一樣的壞作品 但所有的好的作品都有他一樣好的地方 我也不能對一些受理人就覺得說 好作品就一定怎麼樣 一定怎麼樣 如果好作品可以有這個公式的話 大概都可以寫出好作品 好作品可以叫做illusion 所以我剛才只是在 偉心獲得 其實公文輝的小說 沒有那麼怕過根 我只是很擔心說 先入為主的影響你們 還沒弄效 所以我們去不想說 譬如說 冠志光好 反正因為責任怪財 因為他剛剛在我們聊天的時候 他就覺得 我可以講嗎 公文輝對揚造最大的吸引力是 他永遠製造一種懸疑 這個懸疑不是對小說犯罪小說的懸疑 那個懸疑是對生命這件事情的懸疑 我覺得這一句話的真好 都會借我的藥房 每一句都會用 例如說冠志光 你真的不會 我剛剛本來說 我本來不想像你 像你一句看 就是說 到後來他怎麼 怎麼讓這整整件事情 轉出那個力量來 其實就是 有那麼多人 一代又一代在這個漁村 在一個不應該能夠繼續 存在下去的漁村 活下去 因為什麼 不過就是因為 即使你已經知道 那是陽光灑在海洋上 所造成的幻象 但你每一次看到那個幻象 你還是就會被挑逗 認為那不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漁場 有那麼多的漁在那裡 幾十年幾百年 就靠著 人一而再再而三 自願就一樣被騙 所以才有他 這個女主角 後來在的這個漁村 所以當 最後的那個小說的那個 那個關鍵點就在於 他能夠說服自己 It's not my fault 或有可能不是my fault 是因為你怎麼知道 人不會 人就是會這樣的 人會不願意從一個 明知道其為患者的 那樣的一個狀態底下出來 他不能夠把他 撇去他的先生 也就是說在那個深夜 在那個鬼道 看到了什麼 其實他知道 真實的 可能是一個未來 可能是一個什麼 可能是死亡所帶來的一種誘惑 明知道 不應該被誘惑 但就像這些愚蠢的愚人 他們繼續留在這個漁村 不過為你的患之王一樣 這就是懸念 這件事你就 那個小說裡面 這件事你不會忘記 有例如說 夜陰裡面 對我來講 也不只是那個 最後的那個 夜陰的形象 都同一個小說 這樣 有一段 那就是 suspense 你知道嗎 這個男的到底幹什麼 那男的然後後來 他找了一個女人來 然後這個老太太 他怎麼受不了這件事情 這男的老太太 他五十多歲而已 跟我一樣的年紀大 老太太好不好 然後呢 你看但是 你真的會忘記了 很感動 他去透明到他們的對話 那一段對話是完全不預期的 我不相信任何人 讀到小說 你會預期到那個 對話 但因為是不預期的 所以 你不肯忘掉 你會非禮得非常的 你會一直記得 或者是像 比如那篇小說當中 也有一個場景 你一定忘不掉 至於它是哪一個 為什麼它忘不掉 因為那個整個來東去脈 它這樣寫下來 就以那個場景 你忘不掉 使它把那個 那個誰的那個 書包 然後拿著在那裡 刺它的書包 然後把書包丟在那裡 然後自己走 就掉了 這一劑你一定忘不掉 如果你看到那篇小說的話 你忘掉了那篇 你根本就沒有在過 過滿輩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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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定有這種 非常強而言的一個東西 好 這是我今天 揮揮話的話說 我說 這種小說 你不可能覺得 沒有 它不瑣碎 因為它有非常 經過細緻耐心經歷的 一個非常明確的意象 或者這種場景 作為它的核心 那我要更正一下 我剛剛沒有說 真的 我絕對沒有說 我要講四肢欲和幻之光 不是 我要講四肢欲和幻之光 因為幻之光是打開的 這樣 我們又來講 好 那我要講陳明章 請大家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去買陳明章的原神檔 試試試看一下 那音樂實在是太棒了 我後來要講四肢欲和幻之光 他要講幻之光 他要講幻之光 我要四肢欲和幻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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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幻之光 我讓我講一句 非常非常愿讀 我上次跟他講的時候 愿讀的語言 愿讀的語言 已經前面愿讀了 不要再愿讀了 我其實只是快速想要提一下 另外一部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的電影 叫橫山加幻 橫山加幻之光 橫山加幻之光 那有幾年當中 我看過最恐怖的恐怖片 那是一個恐怖片 絕對是一個恐怖片 正因為他如此的溫馨 然後能回到家裡邊 然後那個狂山這樣 光是兩個場景 就是一樣 那個電影這麼多年之後 你會忘掉 因為這牽涉到時間 所以四肢欲和 他命在有一種東西 是像龔寶貝 當然我們確定他是大白人 但就是用這種很粗暴的方式 對抗時間 為什麼他會是一個恐怖片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喝哀可親 然後那個橫山加 那個有一個他們家的兒子 因為去救人 溺死了 所以你會看到 那一天是這個兒子的寄雨 然後當年他兒子下水去救了這個人 當時是一個人 原來是一個小孩 應該那時候是十九年前 我記得 還是那個男孩現在十九歲 那個男孩好像十九歲 他小的時候被 因為又不會得要救他 所以他們家的兒子就死了 這個人活下來了 所以他到了這個紀律 也就是等於是他重生 然後那個兒子死掉的這一天 他又來到他們家的喜愛 那這天都很正常 然後當然我就一定感到 然後就知道啊 這裏面有那種哀傷什麼 那重點是 這個人走了之後 那個媽媽說的話 也完全不動聲色 那他就這樣說 說好吧 明天叫他不要來了 折破夠他 他每一年每年要他回來回來 是不能忍受受的 你又可能放掉了 我兒子因為這樣 救你而死 你可以好好奉獻你的人生 那是多麼可怕的一個報復的 那不是出於我們講的任何正常的情感 那是一個報復的情感 在那個電影裡的另外 你等一下去看那個電影 那個電影 那個電影就突然一個 面對他老公的外女的那一段 哇 那是更恐怖 所有的那個太太或者是女朋友 一定要帶來你老公 我跟他去看那個電影 然後回來看完電影 握著他的手 在他身邊的時候 就跟我說 如果你能養 我也會這樣 然後K&T嚇了三年五年 怪怪的 絕對不敢亂鬥 很恐怖 很恐怖 那時候 為什麼是跟一個人去拍關的時候 我覺得這裡面有這個購物 那個裡面 開出一個非常清楚的一種東西 我說那是粗暴的 保留時間 意思是說 我用什麼樣的方式 讓那個時間 這就是 像是打完人 他們活在這麼快速變動 或者像台北 他們 他們 活在這麼快速變動的 這個世界裡面 所以不是京都人 真也不是德川 都是江戶人 江戶人至少 我有一百多年了 我沒有像京都可以有五百多年 我有一百多年我夠了 這個江戶時代 有太多太多的東西 依然保持著 那個叫做 世俗或者是 服事會時的安慰 在那裡 服事跟度事 所以 大阪人是 他焦慮的感覺到 所有這些東西 隨時會上市 那 我們做台北人 知道在這之前 絕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就很安慰 沒有的就沒有的又怎樣 因為這樣 我們過得很好 然後大阪人他們 明知道這個時代會消失 這些東西會失去 他們自己的焦慰 所以他們去想各種不同的方式 忠告的 有時候是殘忍的 是我們這個世界的原著 那裡裡面所產生的 那個狀態 是小說 是文學 是藝術 我覺得這次大文的 那麼不討厭的都市 他仍然是一個 遠比 然後三個就是好 太一定的一件事 因為他是一個文學 他是一個技術 這個聽起來 沒有特別可喜的感覺 那一個很糟糕的地方 好 我們剛剛談了好幾個角度來讀 功能文學 就我而言還有一件事足都是 如果這本書是以幻之光為主打 事實上他在 工本會在寫完 專制三部作的第一部 要脫離所謂的思小說 或者是自傳性的作品 而做的是夜陰 那夜陰的成功 後來才有幻之光 他在寫幻之光的一半底的時候 自己生了很嚴重的地 剛剛有提到這個流轉之海 因為工本會本人 他48歲 他父親48歲的時候 才有他自己的孩子 那非常的寶貝 可是他爸爸也是一個 就是大開打合的人 常常就是大手大腳 做生意曾經非常的風光 但是對錢財毫無觀念 經常被騙 那才能為了金錢的事情 跟他父親有很多的爭吵 所以他是活在很衝突的情況之下 因為他有一個死母 但是一天都很愛一下 因為他爸爸 就像很多台灣的爸爸一樣 會是會揍到很多人 那他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被這個老來得子的父親 非常地溺愛 但是他也真真地看著 永無寧日的這種爭吵 他在這樣子的環境長大 一直到他十歲的時候 他爸爸已經生無分文 只好到富山 他為什麼會寫北部的故事 就是希望在那裡再一次的東山再起 他母親不願意離開 一直在逐止海 又覺得他要做一件 滑不來的投資 或者是可能會遭遇 這個家可能會更加的風雨飄搖 可是他爸爸是鬼庭的 因為也是這種老派的做法 所以他們全家就搬到富山 果然又被騙了 然後又生無一分文地回到了這個大阪來 又要從大阪再重新出發 可是這個時候因為兩個 就是他父母都要出外謀生 所以他就被寄 他被寄兩面年齊 一年多 他們後來給他升中學的時候 他們全家才有團聚 尼齊這個地方就是 換字光發生的場景 他爸爸在他大學的時候就過世 那過世是一個很 對他來說是一個他很願意厭對的 很不堪的死法 是等於是住進了精神病院 就是他發頭 因為一生的那個遭遇 讓他爸爸覺得也找不到答案 為什麼命運要這樣對待我 就是說在二戰之後 大膽變成廢墟 他爸爸覺得他應該要告老還鄉的 可是這時候老天爺給他一個孩子 他要讓這個孩子如何扶養長大 如何出人同體 對他來說都是一個很嚴峻的考驗 但是又是一個很喜悅的禮物 因此他爸爸想要藉由這個孩子誕生 讓他自己也能夠再此事重生 可是最後落到的是這樣的下場 他爸爸不能接受命運 對他的這樣子的一個垂殘 所以發狂的事實 在那個前後的時間 郭本輝是不願意面對的 他是選擇逃避的 他逃避在道論原傳那一帶的 所有的就是風化區裡面 他喝酒他賭活 他當然也風化區給大家知道 那段時間對他來說就是 道論訣宣寫寫出的虛構的父子的感情 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看 非常的動人 可是那個東西是他自己心裡的無常 他的問題沒有得到答案 他的逃避讓他產生的 就剛說的 就楊兆寅寨的強調的 他的自責 這種自責 是我的儲 是我的儲 因為我 其實我的父親 最後發狂而死 這是 從這樣子的被捕去理解 郭本輝後來 他有很嚴重的精神腕能症 他有恐慌症 他沒辦法上膽 然後 他因為尼和得到太宰治獎 因為銀川 銀川 他先寫銀川再寫尼和 然後尼和得了太宰治獎之後 他把他改過五次的稿子 銀川拿出來發表 因為得太宰治獎 就有別的出版社要他的稿子 沒有想到拿到了這個借川獎 從此 借川獎是登龍門的一個 一道很重要的一個手續 他check 他check in 然後他真的就是 覺得可以靠這個吃飯 可是在這個時候 他又移患了很嚴重的肺結 他吐血 然後他又要療養 醫生告訴他說 你要注意 因為他這時候放下所有的一切 然後他配合任何的 配合所有的醫療 所有的醫治 很幸運的在五個月後他出院 又經過一年多以後 他慢慢的療養才漸漸的走出來 你可以想到 他不是只有大阪那個城市的 給他的這種失敗者的領域 他父親本身就是一個失敗者 他自己作為一個兒子 作為一個備受期待的兒子 他也是一個失敗者 從這個角度去讀龔本輝 是一個參考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我們剛剛談到的就是說 他如何去提煉 他如何去萃取 然後他最後昇華成一個藝術 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件事情是最困難的 也是我們兩位都同意說 功本會做到的 也希望各位有機會去讀泛之光 因為那不是只有我們剛剛簡單 楊超一點都沒破梗 那裡面還有很多的梗 不數的梗 包括他遇到的兩個女人 這兩個女人也可能是 也很可能是他在此事重生的 很關鍵性的兩個人 一個是跟男人一樣的女人 兩個都是跟男人一樣的女人 這些都是很值得在裡面 就是說他有很多很細膩很細節的地方 是非常非常非常 反正你讀文就會忘了 反正你讀文就會忘了 忘不了 所以希望 來 那我們最後一個時間來大阪文學之旅吧 這裡這一條就是唐島船 這一條就是補佐絕船 他在這裡交會 這一塊地方叫做宗之島 然後在交會以後就稱為安置船 從這裡就流出了大海去 那尼河也好 讀川普是 尼河也好 或者是換之光的舞台都在這個附近 尼河裡面的那一家小拉面店 是在端建杖橋的這個附近 那現在宗之島已經開發得非常好 它裡面還有一個大阪的科學館 還有這裡還有一家飯店 是可以保留這個傳場文化的 這個上流社會他們生活的情景 不管是你去喝下午茶也好 你完全可以體會那個 古其樂一陽的戲學的那些高向人士出入的事件 在這個地方 那從這個上面一路上去 是有無數座橋這件事 就是這個場景也經常出現在龔本輝的創作裡頭 這個是位於四目市 就是在大阪的東北邊的一座小層次 這個是也是川康康城在他的同年 一直到初中時就是住的地方 所以這裡有一家大學是龔本輝就讀的大學 叫追守門學院大學 這是追守門學院大學裡面的一個操場 他是一個沿著山坡而建 很像文化大學 你把它形成文化大學 大概就可以理解他的學校 然後在不遠處可能坐車大概幾站的距離 就有川端康城的文學館 川端康城除了在廉昌有文學館之外 在這個室內也有一座文學館 然後這座大學裡面有一個地方是他們的演講廳 也是一個表演廳叫做優俊 優俊是龔本輝的另外一部作品 《青空文化會引進未來的中文版》 這是以他的作品的名字命名的表演廳 然後這個就是第一天我去的時間 直奔龔本輝的文學館 他不是紀念館因為他還在 這是他的文學館 那文學館這次展示的剛好就是談河川文學 所以在這個圖書館 他是圖書館裡面附屬的文學館 裡面有所有他的文章裡面的詹句 然後除了龔本輝本身這個館的展覽 就是把日本所有跟河川有關的文學跟非文學類的作品 也都展示在這裡頭 那這裡面鏡子拍照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把裡面 包括錦繡或者是其他作品的展示 還有中文版 像麥婷版、遠流版都存在這裡頭 那為了要鼓勵這個年輕的讀書 所以他們也辦了一個龔本輝 他有一本就是叫做阿歐納希魯的這個文學館 鼓勵新人的創作 然後第二天是到了就是這個 剛剛那個圖如果反過來看就是這是一個禁景 那這個禁景就是剛剛說的這個宗師島 之外就是包括這個船間橋 還有這裡就有一個獨左爵的十字路口 這一帶出去就有河口 就是尼河裡面的這個小男孩 他交到的這個朋友是一個以船上為家 然後他是二戰之後的未亡人瓦夫 這兩個等於是一個私艙 在船上經營私艙的一對姐弟 他們三個母子母女三個人住在這個船上 那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已經久然不同了 跟當時所描寫的大阪是不一樣的 他的河流已經整治的這樣子的乾淨 這樣子的明亮 很難想像那個尼河當時的那個以船為家 很多人在船上為生的那樣子的一個景象 這些都是就是在剛剛說的這個 安智川的出海口附近的風景 那有各式各樣的橋 剛剛已經講了上船町橋還有這個昭德橋 四周都是這個大廈領域 跟我們想像的那個 都是一些貨房子 癌房子裡面都不一樣的 但是從這個出海口的這些船 船的長相也不一樣了 甚至還有一些流蘭船 然後這個就是出海口的地方 剛剛我們講到有唐島川 然後有那個 這是電屋橋 電屋橋是他們的商業中心 然後第三天就直接到 幻之光的這個場景 我一直很想回到就是 那個隧道寺的長屋 就是那個長屋 就是大雜院 以及想要看到 那個大雜跟行外之間的鐵道 就是 就是由美她所描述的 她的自殺的丈夫 舉舉舉獨行在鐵道 軌道上面 其實後面怎樣 火車怎樣領警笛 她都不回頭的那個景觀 但是在去那麼令人覺得傷心的地方之前 你先去神戶 就剛剛楊皂也講說 神戶有神戶的一個性格 是讓你喜歡著 因為她是一個最早通商的港口 所以她很洋化 就是 也是很多日本的作家很喜歡 就在這裡附居的地方 包括陳順成 陳順成在這裡也有一個紀念館 還有橫河鎮室 都是神戶這一邊的人 那神戶的港口 就是這麼時髦的地方 她所有的往神戶港方向的走去 有一點 其實你會覺得你好 走在歐洲的某一個小鎮上面的那個感覺 那是從遠處往神戶港口 但是呢 途中經過了玉影 玉影就是夜陰的場景 夜陰她這個女主角 她在春天的時候走向山坡上 那這山坡裡面她住的是 用一個比較低齡的價格買到的豪宅 但是她其中有一個場景就是說 她沿著這個坡道走上來 回頭去望神戶港 但是那一篇天氣質 大概是太不好了 所以看到了這灰風風的一片 她說 那麼美麗的神戶港 對她來說 她從來沒有充滿了幸福感 這個也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我們提到的這個 龔本輝她在意象的處理上 像這個我也永遠忘不掉 就是她每回只要走到這個坡道中間 她一定會回頭 她可能一天走上一回兩回三回 但是她每回走到坡道 她一定會回頭看向神戶港 神戶港不管是冬天春夏秋冬 不管是颳風下雨 不管是風和日曆 所以對她來說 她從來不感到幸福 那是為什麼 這個也是一個懸念 因為這是故事一開始 她還沒有講 這個女主角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她一定告訴你 她不覺得她的人生是幸福的 可是就日本讀者來說 讀到這一段會有感覺是為什麼 因為你住在玉營 你住在的是高級的住來區 古其論業長待過這附近 然後因為我們都知道古其論業長不但什麼吃客 就是掏客 然後她是一個極盡享受之能事的 應該這樣講吧 她總而言之又是一個奢侈浪費的加坡 我們就直接這樣說 那玉穎也是田田聖子 她也是代表性的作家 那常常會出現的就是開著法拉利 會跑上豪宅的場景的地方 然後 然後 奢侈浪也是 奢侈浪也是 就是一大堆的盛遊階級 或者是這些商社的道號碼的別墅所在 所以曾經有一個作家就寫說 她自己已經待過奢侈浪 所以大家都以為她家是家財萬貫 然後她是富二代 其實不是 她是在奢侈的一個公寓的房子裡面 是一個災難 所以可以想像 奢侈浪是一個什麼樣子的地方 然後 好 所以那天晚上的就是 無論如何去看到這個絕磚 令人覺得優俗不堪的 一定要是晚上 那些霓虹燈都讓人覺得是 無法 無法 無論如何都無法解釋的 但是我覺得很美啊 其實 你還是可以看到這個 庸俗之美啊 你還沒有拍到什麼 沒有拍到螃蟹 其實我拍了三百多 長短今天又有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只能給大家看 沒有拍到螃蟹 沒有甚邊拍到那個 有拍到但不在這裡 那個故立國 你知道嗎 故立國的一個湯國的 好 然後再來是 這個就是 這就是那個 蝙蝠裡面的場景是賀丁 那賀丁 如果大家去讀這一篇文章 就可以知道 他們是在下課之後 然後就是千里八舍 經過了一整個 等於是大板最貧窮 然後等於是貧民窟的一個地方 然後來到了 找一個照片上的一個女孩 這裡就是 這裡就是倒是那一篇 這是我看到的唯一的 這個還像是龜門輝所描述的場景 就蝙蝠的那一篇裡面 賀丁現在還是這些破房子 像右下邊的這個 然後這是 這是賀丁出現的大運橋 還有大運橋附近的場景 還有一大片的空地 雜草重生 然後這一大片的空地 就是我們想像古時候的 更遙遠的時候的內部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一大片空地 然後形頭是一個鬼域 幾乎沒有任何人機的地方 一大堆的破房子的地方 促立了一棟很大的IKEA 你可以想像是這樣 就是說可能只有 在週末週日的時候 有人潮湧進這個 土地非常便宜的地方 所以他這裡還保留的蝙蝠 當時候的很濃厚的荒涼的氣氛 剛剛這個 有沒有拍到唐片嗎 沒有 在稻頓絕川 好 OK 拍到阿薩伊比姆 好 那這個地方 稻頓絕川的這個IKEA 就是龍橋 還有新災橋 龍橋經 新災橋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印象中 我們對大阪的所有的認識 好像就是稻頓絕川 好像是這樣 我們對人家誤會這麼深 我們不要好好的反省一下 好 這裡面還有一個同場嘉義 因為剛好經過 是夫婦善哉的舞台的場景 不知道大家對之前做之珠熟不熟悉 但是他是跟太宰志是同一模人 他們都被稱為無賴太 所以 之前做之珠極度之帥 非常的帥 太宰志是帥 他也是媒體的寵兒 太宰志因子兒非常的激度 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都拍 之前做之珠都不拍過 於是他就在文藝春秋的一個 專用的咖啡館裡面 他就擺了一個姿勢在一張圓椅子上 然後腳翹起來 其實那一天是在拍自田座之珠的 但是太宰志是看 實在看不下去的 就趁一個空檔說 你們拍我吧 然後就留下了那張名照 請你們去Google 然後再來就是 為什麼去了四天王室 這個地方 空檔再花了一篇很長的文章來寫 他曾經到過四天王室 是在他全家他十歲的時候 搬到富山 從頭來過的幾天前 他父親跟母親大吵一架 然後他母親經常帶他離家出走 可是常常就是走出去 白天走出去 到了晚上無處可去 最後又回家 所以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惡性循環 回去後又被打 又被老爸揍 那不斷頻繁的一直發生 所以來到四天王室的時候 他寫說他第一次去是十歲 然後他二十四年再去的時候 他這時候已經得了文學獎 是接受雜誌的採訪 然後就是回顧他當時 那個時候他所看到的四天王室 這是大阪唯一代表的股市 是聖德太子建立的 已經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 所以就我們對大阪的印象 除了道論決算之外 其實是還有這個股市的 但是四天王室他是坐落 他跟京都完全不一樣 是他完全坐落在世界裡面 所以他旁邊全部都是攤販、小店 然後尤其是很雜踏的這種人群 所以你不會感覺到是一種什麼明鏡 你要找回那個時間的禁止 沒有他就是一片混亂 但是那一天他母親帶他去的時候 剛好是下著雨 而且是一個冬天 非常的淒涼 所以他對於四天王室的 所有的記憶就是淒涼 他不知道他一直叫他母親回去 但是他印象最深的那個畫面 他母親帶他去四天王室的一個寺堂裡面 然後有幾百隻的千年的烏龜 或百年的烏龜 烏龜的背殼的那個背上的殼的顏色 跟天王室的這個灰敗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他對天王室的印象就是灰敗以及離開 所以二十四年後出版社希望他 重新再回到這個場景的時候 他選擇逃避 他最後沒有進去天王室 他當場就說他不要進天王室內 所以這個是讓我 這篇文章讓我印象深刻 讓我想要去看一下 四天王室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我拍了很多張 我覺得他可能沒有放進來 我拍了很多張很棒的照片 但沒有 好 算了 但是一樣的是裡面沒人 沒什麼人 沒什麼人 就跟當場 當時不管這時候天氣多好 多熱 那沒有人 不像京都你看到 滿地都是人 台灣人 中國人 但他沒有人 好 然後這個是真正到了那個 第一集了 到了第一集了 到了第一集的那個高架橋邊 他形容的是一大堆的卡車烏肖 然後在卡車的烏肖當中 他的奶奶就是逐漸逐漸的走遠了 他回過頭去找他媽媽要來 把他奶奶找回來 但是總而言之就是錯過了 這個就是還是一樣是泥奇那附近 然後那個藏屋大家院 現在大部分已經變成停車場 這是那附近的情景 好 就是 這個就是那個卡車烏肖的一樣 就是那個高架橋的那個 跟之前是一模一樣 然後這裡就是大霧跟糖白 就把那個火車過來的那種情形拍下來 但是好像很沒有feel 對不對 因為那個 因為這就是一個大白天 再來 對 剛剛放倒了 所以這個四天王室的這個附近都是 你想想看跟基督有多大的差別 有四天王室的周遭就是這樣子的 一個混亂的情況 那龔本威走在這條路上之後 他十歲的時候走著走著 他走進了四天王室的境內 但是他在這裡走著走著 他就拒絕走進去 我說我拍到很多不錯的照片就是 這是四天王室裡面 然後後面就是 因為要一選我對大阪市的惡劣的印象 所以他們說你來大阪一定要看 他們的三大住民的夜景 不是到這個絕船 是三條橋 分別是南波橋 天滿橋跟天神橋的夜景 就是走在這個 就是河邊的這個 有點像我們的河邊公園的情況 這些 不好意思這些照片全部都翻了 然後最後呢 最後想要回應一下這個 我們去大阪 我們印象大阪城道路全船 其實還有一個重要的象徵是通天閣 通天閣 這是往通天閣的路上 是有這些老先生 他們在接受演歌 然後用吉他演奏來唱演歌 你們可以想像這個習慣嗎 演歌你們知道那個演歌 就是拉得很長的那個演歌 用吉他 然後我們接受演唱 這個是要錢的 這個是通天閣上面往下看的情形 請大家看一下這一張照片 西加奈子在談到說 東京跟大阪有什麼最大差別的時候 他講到一個很重要一點 他覺得他不明白 他在所有的作品 所有的媒體 所有的創作裡面 電影、藝術什麼的也好 就是說你一旦去了東京 你上了東京鐵塔 你會發起一股雄心壯志 你一定要衣錦隆歸 你要在這裡闖下一片天地 然後你要功成名九 你到了東京鐵塔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的會這種 這種立志 男兒立志出相關的這種情緒 你會被勾引出來 可是他說你上了通天閣 絕對不會有這種感覺 你完全沒有 你上了通天閣之後 你會覺得說 怎麼這麼亂啊大阪 我的家鄉就是這樣嗎 為什麼都是到處都是油煙味 然後沒有一處好看的就是長這樣 你東邊看也這樣 西邊看也這樣 因為我只給大家看一張 是因為東西南北看都是這樣 所以他就說 不僅不會發出 男兒立志出相關的雄心壯志 還會說 蛤?這就是我是大阪人 我是在這裡出生的 可是也因為 他說得很重要 最後這一句話 也就是因為他是我家鄉 所以他離我這麼近 他不像東京鐵塔 這麼的高高在上 所以我們是接近凡俗的 我們是接近土地的 我覺得講得非常好 有沒有這麼愛家鄉的作家 好 好 這是剛剛的幾個 這就是通天閣 剛剛說的 我爬上去的 那這 庸俗到遠不堪的境界論 如果各位去 不要被他嚇壞 因為所有通天閣 不管你從哪一個路口進去 全部都是放大版的固立國 所有的固立國全部放大 這麼大一個 然後所有的角落都是 叫你跟固立國合照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 我這樣說好像你最後的答案會跟 答案一樣 OK 好 然後這個就是剛剛 要去看夜景的圖中 剛剛說的這個三大的 爛華 你看多美的名字 爛華山大橋 OK 他是夜景遺產 請你不要藐視他 好 OK 就是天滿橋 就是漸漸黃昏之後的庭子 可以吧 還可以吧 好 結束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謝謝楊少